政協委員不是你們說的高高在上 也不是花明 我們都是要有我們的建樹 由澳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主辦的 2019年度 政協委員華里茲系列活動 於5號在新華學校啟動 山東省政協常委 聯誼會會長馬志毅致辭時表示 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 日前在北京隆重召開 政協主席汪洋發表政協工作報告時表示 要全面貫徹一國兩制 高度自治方針 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逐實施港澳青年到內地學習交流計劃 就促進內地與港澳青少年交流 落實與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干擾等提出建議 河南省政協委員 科大傳播學研究生李志松 以及廈門市政協委員 科大創業就業發展中心協調主任陳壽差 作演港嘉賓 陳壽差在介紹政協工作的同時 勉勵一眾私生多點關心身邊的事 亦都是參政議政的一種方式 都努力學習 多留意身邊的新聞 多關注身邊有什麼事情發生 這些都是我們參政議政的一種方式 來到真情對話的環節了 學生在互動環節更加觸緊機會發文 有學生提問到如何裝備自我 連接挑戰 李志松表示多點留意考察大灣區 為將來成就理想從好準備 機會總是給有準備的人 如果我們現在關心大灣區建設 我們實力去了解 去參考大灣區的發展 我相信當我們將來投資社會的時候 我們擁有不僅是奧門 我們也會擁有很多大灣區 發展 非常好的 感谢观看